大家好,骨骼虽然比其他器官要坚硬许多,但是骨骼也不是无坚不摧的,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退化、变化,甚至使老年人患上各种骨科疾病,对老年人的生活和工作造成影响。 因此,老年人要更加爱护自己的骨骼,吃些对骨骼有好处的食物。 养成对骨骼有好处的习惯,只有这样才能让骨骼更加的健康。 俗话说,一日一苹果,一生远离我。 苹果的果糖含量堪称水果之冠,营养价值高,酸甜可口,营养丰富。 是老又皆宜的水果之一。 苹果富含蛋白质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、胡萝卜素等营养元素。 营养全面且丰富。 可以满足我们人体所需,同时,味道酸甜可口,非常适合大多数人来食用。 我们把苹果给它对半切开,再把苹果切成小块,放入小碗中。 我们再来准备一根山药。 山药属于鼠类,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。 多种维生素,包括胡萝卜素、合钙、铁、磷等多种矿物质。 口感细腻、爽滑且带粘性,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。 山药是很多人的选择食材之一。 把山药的外皮给它刮下来。 我们把山药洗干净,切成小段。 放到盘中,加入一勺清水。 我们把山药给它洗一下,洗去山药外面的粘液。 接着,我们再用水给它泡发一小会儿。 我们再来准备一根的胡萝卜。 胡萝卜是我们常见的食材,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维生素比较高的食物。 胡萝卜是一种鲜脆味美,营养丰富的家常蔬菜,素有小人参之称。 胡萝卜富含糖类、脂肪、胡萝卜素、钙、铁等营养成分。 我们把胡萝卜给它洗一下,洗去胡萝卜外皮的脏东西。 把胡萝卜外皮给它去除。 再来给它切成小块。 切好后我们放在碗中备用。 我们再来准备适量的莲子。 莲子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常见,很多公园池塘都会种荷花。 夏天就会开花,非常的好看。 荷花卸了后的脸棚里面就有莲子。 莲子可以直接生吃,也可以晒干后吃,其味清香,营养丰富。 莲子也是一种很有价值中的中药。 平时不管是煮汤还是泡茶,都非常的美味。 我们再来准备少许的芡食。 芡食是一种草本植物,属于水生植物,是一种中药,营养价值极高。 平时我们都用它煮粥喝,也可以用来炖汤,鸡汤,或者鸽子汤。 可以加入一些芡食。 既丰富我们的口感,又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。 我们再来准备一块生姜。 生姜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食材了,我们常常用来去除食物中的腥味。 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,生姜其实也是一味重要。 我们先把生姜放入大碗中。 往生姜的外皮加入少许的食用盐。 我们来把生姜给它搓洗一下。 食用盐有很好的杀菌效果。 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再把生姜的外皮给它搓洗干净。 把生姜放到案板上来,给它切成片。 适量的几片就可以,不需要太多。 我们再来准备适量的排骨。 排骨是家中老少都非常喜欢的食材。 排骨的口味不仅好,而且还含有大量的钙。 可以强身健体。 可为幼儿和老人提供很多的钙质。 我们加入清水。 把排骨给它抓洗一下。 我们 接下来准备一口锅。 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再把排骨夹进来。 我们看一下。 浮沫都飘上来了,我们把浮沫给它捞出来。 排骨的浮沫都是脏东西,非常的脏。 一定要把浮沫给它煮出来。 这样我们吃着,才会更加的健康。 我们再把排骨给它捞出来。 放到大碗中,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洗一下。 接下来,我们来准备一口锅。 把锅烧热,加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加入姜片。 葱段,然后爆香。 炒出新辣味,把葱花炒出香味。 我们再加入排骨来翻炒一下。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再把所有食材全部倒入锅中,给它搅拌一下。 我们开大火给它煮开。 煮开后,我们在开中小火给它熬煮40分钟时间。 到现在我们看一下。 我们这个汤也煮得差不多了。 看着都非常的营养又美味。 来看一下啊。 啊,真的是好香啊。 看着都想吃了。 我们把加入少许的食用盐。 简单的调一个味儿,我们就可以美美地开吃了。 我们现在把它盛入碗中。 我们把它稍微地晾凉两分钟,就可以美美地开吃啊。 真的是太香了。 我们经常这样吃。 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好。 骨骼坚硬,腰腿有力,腰部酸腿不软,夜里睡得香。 精神足,气色好,越活越年轻。 爬楼不累的。 走路轻松。 非常的适合老年朋友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着做一下哈。 好了,朋友们,家人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,快快乐乐,平平安安。 嗯,健康幸福。 我们明天再见,拜拜。